歡迎來到藍色的大提琴名曲教學 今天要來帶你練習宮崎駿的《魔女宅集變》當中的樂曲 《好像能恢復元氣了》 今天要練習的這首《元気になれそう》 中文翻作《好像能恢復元氣了》 使宮崎駿動畫《魔女宅集變》當中相當輕快 有90浪所做的主題曲 在解說當中 為了讓大家熟悉 我們一律用元氣來簡稱它 今天我們一樣使用 由日本Doremi音樂出版社發行 台灣的天音國際所代理的版本 由於版權關係 我們一樣不會在影片裡 放上部分或全部的樂譜片段 也不會有伴奏音樂 有需要伴奏的朋友 請使用樂譜裡面附上的CD哦 現在就讓我們打開大提琴樂譜第14、15頁 來開始練習吧 首先我們可以把這個畫面定格 這些是元氣這首曲子的段落劃分 你可以先把它們標注在譜上 待會解說才會跟得上哦 A段從開頭到第9小節第二拍 B段是32小節第4拍到40小節第二拍 尖咒從49小節到第57小節第二拍 C段從58小節第4拍到66小節第二拍 D段從66小節第4拍到第74小節的第二拍 尾咒則是87小節到結束 另外影片的最後 我們會開著節拍器示範各個段落 請務必看到最後和我們一起練習哦 接下來我們就逐段解說練習方法吧 這首元氣派號屬於22拍 每小節兩大拍 二分音符為一拍 譜上標示每拍速度是84相當的快 調心上面屬於F大調 要注意A弦上的C要降半音 一直要往上撐開一格 由於這首比較輕快 四分音符可以用斷坐的方式來拉走 甚至有點跳功也沒有關係 在第六到八小節 D弦四指的收進入到A弦一指的降息時 要注意音準 同樣的還有第七小節的第四個八分音符 從A弦一指的降息回到D弦四指的收的時候 也要注意音準 接下來A弦會出現非常多次 像是第16小節第四拍到第24小節第二拍 還有第24小節第四拍到32小節第二拍 這些A弦的內容完全一樣 以及第40小節第四拍到48小節第三拍 這些A弦的內容完全一樣 B弦屬於副歌 B弦屬於副歌 要趕快把弦拿回弦根 以便於下個小節從下弦開始拉走 B弦屬於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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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出現八分音符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的切分音拍形 這些出現在第49 51 53小节 要把八分音符拉得比较短一点 第55小节的第四个八分音符 连弓仍然要注意 A选一指的降息 回到D选四指的收 的音准 第四个八分音符 C段可视为巨大调的A段 调号上转为一个升级号的巨大调 因此D选上 深发使用三指 A选的C还原 所以一指不需要在网上撑开 至于其他重点都和A段相同 A段和C段一样 在经过副歌以后 还会重复出现 也就是在74小节 第四拍到82小节第二拍 这段内容和重点都和C段一样 而82小节第四拍到86小节 则是重复了C段的后半部内容 B段可以视为巨大调的B段 也就是副歌那一段 要注意71小节第四拍 开始移动到第二把位 接下来72 73小节 要不断地在C M之间移动 也就是第一把位 一指 和第二把位四指之间的移动 这部分也需要练到准确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伟宙是相当精巧的段落 87小节要在第二把位完成 88小节在半音把位 89小节则回到第一把位 这三个小节的第一个八分音符 都要在中弓开始拉走 以免后面三个八分音符连弓不够用 接下来我们各段来对节拍器练习 速度依照普上指示 二分音符为一拍 每拍速度84 首先是A段 接下来是B段 接下来是尖奏 接下来是C段 接下来是B段 接下来是尖奏 以上就是关于宫崎君动画 《魔女载集变》当中的主题曲 《元気になれそう》的解说 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你订阅分享按赞 而如果你觉得这个系列不错 也欢迎你留言与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来因社大提琴线上学院开课啰 为了想要学习大提琴的成人 我们特别在线上学院开设了各种课程 有最基础的入门课程 还有林木大提琴课程 未来我们的应接和把位课程 还有威纳大提琴使用法 也都会一一在此开课哦 在线上学院注册 过买课程 我们都会提供Skype连结 让老师陪你一起练习 一起进步哦 现在就来注册 了解更多课程内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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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